首先刚开始将逼动词的部分 是因为这个句子如果没有动词的时候 你就要加上逼动词 譬如说你看到那只河马好可爱喔 the emo好可爱 very cute 好这是错的喔 所以这时候你要加上一个逼动词 那个河马是很可爱 加上一个逼动词是因为英文铁则一来翻到22年 英文铁则一一个句子只有一个动词 所以这个动词你要出现改成一问句 才能够用前一口定句在一动词后面加上那 那如果今天一个句子只有一个动词后面 先写一点再写时间 那如果今天这个句子这个句子已经有动词了 那一只河马好很快 好这个句子已经有动词在这里了 你就不需要那只河马是好很快 所以呢英文铁则一一个句子只有一个动词 英文铁则二版主词为第三人称单数的时候 后面动词要加s或es 这个叫做以一个毛毛虫的时间点来看 这个叫做现在式或者是现在简单式 那一个句子只有一个动词将整个冠犯我们所有英文的文法 那改成一问句刚好是说b动词有b动词的部分 改成一问句把b动词往前移 如果没有b动词怎么办 用do跟does 这边第三人称单数用does the people现原型 do does是度动词后面现原型 否定句的时候the people is not 这边the people doesn't后面现原型 这就是国中英文铁在讲现在式或者是现在简单式 好来翻第三课重点是 老师要进入现在进行式 现在进行式 进行式 第三课重点是 进行式的写法是b动词加动词 这一个句子两个动词贴错 b动词加动词ing 形成现在进行式 翻成正在 今天老师写在左边 那一只河马正在跑很快 正在跑要怎么说呢 b动词加动词ing is 重复n再加ing is running very fast 好是写fast就好了 好改成一问句套用b动词的 is the people running fast 好否定去the people is not 这个叫现在进行式 接下来老师要讲的是过去式 过去式的时间点 翻第五课重点1 第五课重点1 过去式 过去式那个河马之前很可爱 打架之后就不可爱了 你就把is跟and 改成was are 改成work 一样一个句子 只有一个动词 如果不是b动词 就是一般动词 那这个run的过去式 动词三态的第二态 过去式 改成rem 改成一问句的时候 不是用do跟does 你就用did did the people 现原型run very fast 好 那否定句the people didn't 现原型run very fast 这个是过去式的部分 好 接下来老师讲未来式 第六课重点4 进入未来式 未来式已经进入国中二年级的范围 第六课重点4 未来式重点4 对对对未来式 定加一段时间啊 或者tomorrow那些 就定加时间那个是 in a week 一中之后 那个是未来式 未来式呢 你只要加一个will就好了 未来式 一律to be动词 will是助动词喔 后面一律限为圆形 那个河马呢 很伤好了之后 将跑很快 will后面限圆形 不管是不是第三名称单数 改成一问句 一定will往前一 这个will往前一 否定句 在will后面加上not 你可以won't won't be won't run 这是未来式 那你要注意未来式 这个will 可以用be going to 你可以说the people will run very fast 你可以说the people is going to run very fast 你可以说the people is going to run very fast 那这个is 往前你否定 第一问句的时候 否定去在is going to not 这是be don't you的规则 好老师把现在式进行式 过去式 未来式 来关第十一课重点 一完成式 完成式 完成式是从过去的时间到现在有可能继续下去的动作 英文翻成中文翻成已经中文翻成已经它的写法是have 这不是有没有的有或吃东西的吃是翻成已经而且它后面加动词三态的第三态 我们代动词有三态 原型动词过去式过去分词 好这个过去分词 动词三态的第三态出现 它出现在现在完成式翻成已经 譬如说老师如果用这个b动词的部分一样 那个合码已经睡很久了 老师说已经 已经睡很久了 已经have has 加上过去 加上过去分词 b动词的过去分词是b11n 已经 假设老师说已经睡很 已经这个 老师应该翻译怪怪的话 老师把他说已经在树下 已经在树下很久了 has been under the tree 在树下很久一段时间 for a long time 这个时间 因为从过去的时间到现在 所以福尔加一段时间才到现在完成式 而这个 这个河马已经跑了两分钟了 他很会跑 已经跑怎么说呢 已经跑了两分钟 他已经跑第三个have or has 那他的动词三态的第三态 wrong grang wrong wrong 过去是ran 过去分词又回到跟现在是一样 所以过去分词你要被has wrong for two minutes 从过去到现在跑了两分钟了 minute 这样子 好 好带成疑问句 这个不是有没有的有词东西的词 它本身就是一个助动词 带成疑问句把has用前一 has完成 或定去在has后面加上not 动词三态的 所有动词的时态 这个叫做完成式 完成式 那最后一个总共有六个喔 现在是过去是未来是进行是完成式 最后一个是被动式 被动式 被动式 被动式的写法是be动词加过去分词 好了 那你就看到了喔 老师说完成式也是have has加上过去分词 所以这个动词三态的第三态会用在已经跟被 中间插掉 已经跟被 所以老师以实态来讲的话 会用到过去分词的 是这一个完成式的已经跟被动式的被 被动式的被 好 比如说呢 这个河马呢 这个被咬 被咬 河马被咬喔 今天河马被咬 已经被咬好几次了 B动词加过去分词 Fight的过去分词是bit 被咬 那你说老师他昨天被咬了 把这个被动词改成one 那一问句 他用被动词的规则is the people because 这是被动式 所以老师把所有的时态 现在过去未来进行完成被动 这个都是在讲这一个动词的部分 他有六个时态 六个时态 好 光这个六个时态就会从国中一年级讲到国中三年级 接下来办一百三十一页 一百三十一页 一个句子只有一个动词 如果我后面还要再加动词怎么办呢 后面还要再加动词的时候 譬如说这只河马开始跑 这个这一只河马开始第三人称单数加S 如果你要过去式 过去式 如果你要未来式 现在要开始跑了 这样 那大家完成式已经开始跑 类似这样 都是这个刚老师讲的动词 那现在老师举例的是现在式 这个河马呢 这个河马呢 开始跑 产了一个句子 老师刚刚说 英文铁则一 一个句子只有一个动词 所以呢 这怎么办 你有两个方法去改 第一个就是改成 附加圆形动词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母定词 第二种方法把它改成 加重复N再加NG 这个就是所谓的动名词 这样就对了 你可以加这个 你可以加这个 但是来我们看一下131页 那六个那六个那六个单字 begin start try hate love 那些单字它是很随和喔 来继续往下看 如果今天有些动词就说 我就不要这么随和 我就非得加不定词不可 譬如说往下看的第一个 那一只河马想要跑what 他看到大卡车的时候 what这个字 有些单字他就非得加不定词不可 同样来翻下一页 132页 有些动词他就非得加ing不可 譬如说那一只河马受伤了 那他现在呢练习跑跑看 练习practice 或者enjoy喜欢 这些动词他非得加ing不可 这是一个句子 只有一个动词 他后面如果还要有动词 不能再有动词了 改成不定词或动词ing 但是有两种动词特别奇怪 来翻147页 147页 有两种动词特别奇怪 第一个动词叫做感官动词 上看147页上面感官动词 看到听到感觉到感官动词 譬如说watch这些感官动词 他后面他说我就是可以加动词ing 表示我看到小偷正在偷东西 表示那个动作 我也可以加圆形动词 我看到小偷偷东西的事实 第一种感官动词 而第二个翻下一页148页 叫做实力动词 实力动词有三个字 make let have 实力动词他就说 我后面非得加圆形动词 不可 我不要加不定词也不要加ing 我都讲 所以这两个动词是特别奇怪的动词 实力动词加圆形动词 感官动词后面可以加动词ing 或者圆形动词 这两种动词特别奇怪 另外国中还会教一个就是heal 这个男子特别奇怪 他后面就说我可以加不定词 我也可以加圆形动词 我就不加ing 所以这些你都要背起来 感官动词不加不定词 heal不加动词ing 你知道 所以这个是一个句子 只有一个动词 他后面还要再加动词的时候 有些很随和 两种都可以 有些非得加不定词不可 有些非得加ng 而这三种这三类动词注意一下 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老师说是后面 那如果前面动词在前面呢 好 动词在前面的时候一样啊 今天主词不一定都是人 或者只有一个字哦 老师举例哦 今天如果说呢 这个书 书很有趣 很有趣 没问题 逼动词的部分 改成疑问局 把逼动词往前 今天我如果这个主词的部分 这个是主词 对不对 我今天如果主词的部分 我要加了一个读书 很有趣呢 读书 读书 不是用看书 不是用look at 是用read 可以的 读书这一件事 好 老师把他写完哦 读书这一件事呢 很有趣 好 我们开始改 英文铁则译 一个句子只有一个动词 这个时候跟刚刚后面一样哦 你可以改成动词 m句 你也可以改成不定词 这就对了 你也可以这样 但是句子还是错的哦 老师说 老师我错在哪里 我明明一个句子 只有一个动词 我是对的啊 不对哦 不对 因为书本很多本复述 但是我今天读书这一坨事情 你管我读几百本书 这一件事情 这时候你的逼动词错误了 改成s 让他句子就对了 还有第三种写法哦 我可以把读书这件事 我先讲成他 写下来哦 他很有趣 哪一件事情很有趣呢 真正主词丢到后面的时候 一律用两个字才找得到 我用一个字有时候找不到 所以老师说 真正主词丢到后面 用下面 下面是一个不定词 移到后面哦 所以移到后面的时候 哪一件事情很有趣啊 读书这件事 所以通常你看到一层开头的时候 老师就会把你圈起来 哎这个是虚假的主词 真正的主词去找到后面的不定词 这个是真主词丢到后面的不定词 这个是真主词丢到后面的不定词 所以这三种要记住哦 还有接下来哦 可以哦 来接下来老师继续讲 今天我如果说 看学生们在读书真有趣 我已经离开学生 离开那个学生时代很久了 所以呢 看到学生们读书这件事 哎呀真有趣 你就知道哦 动词不能再用二哦 这一坨事情是很有趣的 好 Alan你就说 哎老师这样一个句子 这个要改成不定词或ing吗 不行哦 为什么 因为它有一个你的主词在这里 没错 读书这件 学生读出这件事 动词在这里 改成一问句 把椅子往前移 我并去在椅子后面加上那 诶这时候怎么办 这边竟然有一个主词挡在这里 这时候 我有办法把它压成子句 子句 这个是母句 他生了一个子句的主词 子句的动词 你怎么知道是子句 前面我加上那件事 不是it哦 那件事 好 我先把它写好 S小写 因为前面你加了一个那 那件事 哪件事 你的主词就很长了 那件事 哪件事 学生读书 这件事很有趣 改成一问句 一样 一直往前移 这个句子是对的哦 口定句在后面加上那 同样 你说老师我会写成一整颗 一样可以跟上面一样哦 它有很有趣耶 把它写下来 it is 它很有趣 造写哦 it is interesting 整个后面把整个把它 后面把它搬过来 很有趣哪件事呢 后面造写哦 that student read books 学生读书这件事很有趣 这个是that主句 所以老师再讲一次 当it做在前面的时候 it可以当虚主词 真正主词去找到后面 有可能是不定词 有可能是that之句 这个是指前面这个 一样一个句子 只有一个动词 老师把后面的 前面的都讲完了哦 接下来老师要进入 关西代名词 关西代名词 好 关西代名词的由来 一样我从头讲 关西代名词 先从第一 英文的第一个关卡 先去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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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动词跟一般动词 一个句子 只有一个动词 用do跟da 是改成疑问句 后面现言词 这是第一个关卡 而第二个关卡 你必须一个句子 只有一个动词 开始它的所有时态 is la was la 然后will be 未来是has been 或者have been 这个是完成式 还有被动式 还有后面到底是 加不定词 还是动词 安君 然后后面到底是 加不定词 还是前面加不定词 动词 安君 这个就是 就是所谓的第二个关卡 或第三个关卡 最后一个关卡 最主要叫做 关西代名词 老师想喔 今天我说白色的 很可爱 很可爱 这一看就知道 你如果进展到关西代名词 你就知道这个句子是错的 一点错下 因为你看 少了一个 你没有一个句子 一个动词 如果你写这样写 你没有办法去改成疑问句 那你把必动词拿出来 改成疑问句 往前后面加上一个 如果走进去 后面加上那白色的狗 听起来如果老师讲 公园里的白狗很可爱 你要什么写 形容词这么长 公园里的白狗 老师把这个中文写下来喔 公园里的白狗 公园里 你心里先想一想 公园里的白狗 很可爱 那你看喔 公园里的 你总不能写 in the park 死whites don't 不行 形容词太长 这时候我就变成白色的狗 后位休息 位置在后面 后位 位置在后面 后位休息 而且你要紧跟着他喔 因为你的形容词太长 所以我这边写 你你的 这叫公园里的白狗 很可爱 这句子是对的 可以喔 好 接下来老师要加公园里 好 这时候我不只要这样喔 我还要再加动词 进来加动词就开始托大了 因为经文帖则而已 一个句子只能有一个动词 好 公园里 在公园里 在公园里 好 玩 这白狗很可爱 这时候 欸老师我会 你看看 一个句子 两个动词 他是错的喔 所以呢 这时候 又会有 来喔 关西代名词的由来 这个狗 什么狗 在公园里 好的 跟着他喔 因为你要形容他 所以后位休息 到时候翻 要先从后面翻 are very cute 好 这时候 跟他有关系 又来代替他 跟他有关系 又来代替他 这个叫做关西代名词 他不是哪一个 他是关西代名词 which play the part 好 这时候 这个叫做子句 因为他有子句的主词 那么这个叫做关西代名词 子句 也叫做形容词子句 在公园里玩的也叫做形容词子句 来修饰他 到时候翻译的时候 先从后面翻 在公园里玩的白狗很可爱 如果说在公园里玩的白狗很可爱吗 把一动词往前提 在公园里跑的改白狗不可爱 后面加桑那 都改他喔 不要这边加动词喔 所以都改他 这个叫做关西代名词子句 或形容词子句 翻译从后面翻 在公园里跑的白狗很可爱 这样 所以来翻第九课 第九课重点二 第九课重点二 你有看到 故的关系代名词用规矩 如果人欸 譬如说 昨天跟我讲话的那个男孩是 湯姆 好 昨天跟我讲话的 哇这么长 我先写那个男孩 一样喔 那个男孩 哪个男孩 昨天跟我讲话的那个男孩是 湯姆 好 这时候 人的关系代名词 用什么 对 很好 昨天跟我讲话 所以 或 这个是主词 昨天跟我讲话 过去是 加一定 Yesterday 这句子 这句子就对了 改成疑问句 不是改他喔 必动词直接往前 你说不一定有必动词 今天说 昨天跟我讲话的那个男孩 欸 这个 得到高分 假设 得到高分 过去是 God I Score 得到高分 那你说 昨天跟我讲话的男孩得到高分吗 这个是主要动词喔 这个是 主词喔 主词 所以不要改他 直接改他 Did the the boy who talked yesterday get high scores 口定句 the boy who talked yesterday 少是少一个 talk to me 跟我讲话 the boy who talked to me yesterday did 前原型 get high scores 这就是关系代名词的 有点油辣的 这样 老师把这个写好 我刚刚写出来 我把他写好 呼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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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密 有点紧喔 OK 那关系代名词 今天老师要加一个进阶语用 关系代名词 不可以改成that 因为他是人物通用 这个也可以改成that 但是你要记得 逗点跟介细词 后面不能用that 如果有遇到逗点跟介细词 什么时候会遇到介细词 你正在做的那一张椅子是坏的 你正在做的 好正好先写那张椅子 很选 这个椅子 你正在做的那一张椅子是坏掉的 好 你要跟他有关系代替他 你可以用which 你也可以用that 你正在做 低动词加动词ing 错 这个翻译是错的 you are sitting 少一个arm 否则你接不回来 要加一个arm 你正在坐在上面 而可以关系代可以在这个叫做前字词 因为他的位置在前面 或者叫先行词 不管是前字词或先行词 反正他只是关系代名词所形容的那一个东西 可以在先行词跟关系代名词中间 老师说要跟紧紧的 可以夹在中间 你可以只有界隙词 可以夹在中间 这个句子你可以说 the chair on which you are sitting is broken 可以这么写 唯一可以在前字词跟关系代名词插进来的 只有界隙词 那另外 另外这个时候 如果今天界隙词在后面 这个可以翻成that没问题 但是一旦我想把on往前移的时候 界隙词后面不能用that 所以这个句子有三种写法 the chair which you are sitting on is broken 第二种 the chair on which you are sitting is broken 第三种 the chair that you are sitting on is broken 不能写第四种 你不能说the chair on that 不能 界隙词跟逗点后面不能用that 最后老师要讲 关系代名词最高境界 关系代名词都可以省略 都可以省略 现在分词表主动 过去分词表被动 第一个我省略的时候不能一个句子两个动词 那个男孩是主动跟我说话 所以这句可以说 the boy talking to me yesterday that I scored 而这个省略之后 砍他吗 不对喔 有一个主词挡在这里 没事直接把他砍了就好了 the chair调过 you are sitting on is broken 第三种 这个把他砍了 一样狗是主动在玩 你要加现在分词表主动 老师讲一个是被动的说法 被动的说法 好 这个那个被撞的那一只狗 没事 这个被送到医院 被撞到的那一只狗 the 狗 被撞到的狗 被送到医 被喔 老师写被动式 Wash Wash to the hospital 好 被撞到人 被撞到 who的关系代名词 刚刚教过 which 你也可以用that 只要没有动 也没有界隙词 你都可以that 用that 被 被撞到 这个by 被脚踏车 撞到的那一只狗 被送到医院 这时候关系代名词 省略的时候 直接 老师说被动词 不是低动词加过去分词吗 那你就留下过去分词 所以这句可用 the dog 跳过 he's by the butt was rush to the hospital 代成疑问句 都用他 跟他完全没关系 was the dog hit by a bike rush to the hospital 这就是关系代名词的由来 关系代名词的最高境界 就是把关系代名词省一个这样 没关系 我 看到 没有 过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